youtuber爱丽莎莎近日在泰国度假游玩 人不忘更新频道 日前她上传了跟拍柯文哲的影片 与对方进行了简单的访谈 爱丽莎莎在影片中透露 曾在网路上调查过网友们对柯文哲的看法 发现大部分网友一致认为 她在财政方面做到了透明化 也是最不可能贪污的总统候选人 而网友们最不喜欢柯文哲的理由 则是早前的丑女发言 对此柯文哲大方承认 尽就是不会说光勉弹簧的话 最重要的还是做了什么事 影片曝光后 至今已累积了147万观看次数 但爱丽莎莎也被网友追问 为什么不访问侯友仪和赖清德 对此她都过现实动态表示 如果赖侯双方有意找她拍片 她很乐意进行一整天的跟拍 自己包办剪辑制作费 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爱丽莎莎直言若侯友仪赖清德 愿意跟柯文哲团队一样 给她百分百的创作自由 不需审验审告 她很乐意提前结束旅程 回到台湾拍摄其他总统候选人的一天